老圆外生子大白宴席 少年木匠却口出诅咒 说你这孩子活不长久 这人惊恶间 果然从房梁上取出一牧手小人 于是老圆外的亲弟弟被抓去了衙门 适了服役去 却不想少年木匠回家路上捡到一小孩 数年不说话都以为是个哑巴 但刚一开口就语出惊人 快点造船 这里要发大洪水了 大家好 我是大胖 咱们今儿再聊一则 发生在大唐末年的一段民间奇闻 话说 潭州城有一木匠世家 这户人家的主人名叫林大金 木耕手艺无比精湛 在附近十里八乡名气不小 乡亲们但凡需要打个像样的家具 都要来请他去做活 大金也比较勤劳善良 他的妻子叫李柔 温柔贤淑不说 心地也很善良 夫妇二人育有一子 取名为林木森 光听着名字 就注定要跟木头打交道 毕竟祖传的手艺嘛 小林木森十分乖巧 懂事 在五岁时被送进学堂读书 苦于没有学习天赋 成绩一直不砸地 但几年光景下来 小林木森在木工方面 却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父亲平时做着木匠活 他站一边光看就学个七八分 偶尔还能自己动手 有模有样的反个小的出来 林大金对此很是欣慰 在林木森十岁这年 林大木匠给他退了学 回家跟着自己 专心学习木工技术 约摸又过了三五年光景 林木森俨然长成了少年 手艺愈发纯熟 几乎可以跟一辈子 最新于木匠活的父亲 不相上下 不得不说 百分之一的天赋 大概的确要比 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还要重要 但是在古时候 一是木匠 二是中医 老百姓都比较相信 年龄大的 在我小的时候 隔壁二大爷还老说我 嘴上无毛 办事不劳 所以少年林木森 基本接不到啥 像样的活 一般只能跟在父亲批后 拿到下手 老话说 机会总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 直到一件事发生 当地人 全都对小林木森 刮目相看 并从此得到 相信们的信任 这事 还得从一场喜宴说起 坛中成东的前缘外 老来得子 在娃娃满月时 不惜发挥重击 在府内 大摆三天流水席 只要路过的人 都可以进来吃席 无需任何贺礼 在早前 前缘外 曾专门派人去林木森家 说是给孩子 打一张婴儿床 就定在满月酒这天送来 而这天 负责送床的 这是少年林木森 在交接完毕后 人困马乏 穆森也找了张桌子吃席 前缘外 夫妇俩可太高兴了 无论宾客富贵与否 抱着小儿子 到每张桌上敬酒 宾客们也都只相夸赞 脚袜长得结实 一脸富贵像 可就在 到林木森这桌时 他看了一眼孩子 不嫌不淡的说 怕是活不长久 前缘外起初 差点以为听错了 其他人也都十分惊恶 片刻后 无不大怒气神 骂骂咧咧的 当场就要把木森感收服 但林木森丝毫不慌 说道 我绝非虚言 而当年 见到这府宅的木工请来 一问便知真假 前缘外胡一之下 上下打凉 见着少年目光坚定 心象不禁也泛起了嘀咕 巧合的是 当年那木匠 是前缘外弟弟的一个朋友 今天刚好 也在府里吃席 于是前缘外跟管家失忆 不一会儿 这名木匠也被请到桌旁 前缘外怒气微笑之下 阴沉沉的说道 你要的人 我找来了 倒是要看看你如何证明 林木森丝毫 家丁搬来梯子 还真别说 果从房梁上 找出一个包裹 打开来一看 是个小木头人 但伸手分离 到了此时 老木匠再也待不住 抬脚就要往外跑 被眼疾手快的林木森一把拉住 这才一无一时的交代了实情 原来 前缘外当年翻修房屋时 自己亲弟弟大包大揽 说认识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 却不曾想 弟弟私下里 重金贿赂木匠 为的却不是把活做好 而是想通过一些手段 诅咒自己哥哥 最好让他断子绝孙 等将来 哥哥百年后 入大家业都是他的 这才有了房梁上藏木头小人一事 话说 这属于木匠行业最下三滥的做法 当前缘外听完老木匠的话 怒言转成了黑脸 又黑手 扑医们就将逮兜的老木匠 还有那疑狠的原外弟弟 一同押去了县衙送关 至于说林木森 自然是对其感激替林 前缘外当场决定 要给白银白两除谢 但木森并没有要 他认为这只是举手之劳 维管拒绝后说道 倘若真有心谢我 日后呀 多照顾照顾我 生意就行 前缘外自然满口答应 那么问题来了 林木森是如何看出 前缘外家里不对劲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各位观众 师父记得小时候 咱们看林正英老爷子的僵尸片 制服老僵尸的法宝 往往会用到墨斗 但墨斗明明是木匠的工具 怎么能驱魔避邪呢 没错 木匠这行业在古代 会一些术法并不稀奇 比如鲁班书 下卷上所写的诸多禁书 而林木森 正是从家中 祖传了一本老旧的鲁班书上 学到这些本领 说中不仅详细介绍 宅院建筑的风水问题 还记载不少诅咒祈福的操作方法 当他今天来前院外家时 刚一进院子 就察觉出不对劲 稍一琢磨 便明白了背后缘由 这才有了拆穿狼部将一事 经此一役 林木森可以说 名栋谈中成 街坊四邻伏分传言 说城北友谊 年纪轻轻 但手艺高超的少年木匠 心地还特别善良 陆陆续续的 找林木森干活的人 越来越多 甚至于 他的名声都传到了别的乡镇 越传越邪乎 简直就是鲁班在世 许多人都慕名而来 从这以后 林木森忙得不可开交 常常跑完这家跑那家 为了把所有的活都做好 他一天睡觉也值两三个时辰 吃饭更是常常忘记 如此过了三年有余 林木森在忙碌中 木匠的手艺也愈发炉火纯青 但临近若冠之年 在古代已经老大不小了 婚娶大事却迟迟没有开篇 林大金夫妇看在眼里 囚在心里倒不是儿子没人要 只是他天天忙得不可开交 装任于木头为伍 好像人都变得木讷了 根本无心应配良缘 这可咋办才好 说来也巧 这一日夫妇俩正嘀咕此事 跟自家沾点远亲的刘大婶 喜笑颜开的来到林家 说道 自己娘家那边 有一小侄女 不仅貌美 心善还很节俭 持家特别会过日子 不如介绍给林木森 但不巧的是此时林木森并不在家 应了纽约外之约 正着手打一批新的夹剧 一般梦想做工 只要不是离家特别近 大都会住在东家 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按照出门前林木森所说 估计得各把月才能回来 刘大婶听后越险失望 但也只好陪笑着 说等木森回来 一定要好好跟他说说 不要错过一段好姻缘 再说林木森这边 竟然正欲桃花 有缘外有一个女儿 名叫柳飘飘 刚过吉吉 正值碧玉年华 查一嘴啊 有没有观众知道 吉吉碧玉分别是几岁 请打在弹幕 好言归正传 这柳飘飘长得 肤白貌美 气质绝佳 而且也到了婚配之年 眼见大小伙林木森 不仅目光守卫精湛 勤劳踏实 最关键的还一表人才 心中悸动不已 明里暗里的 没少主动创造机会 本身林木森也正值年少 面对这样一位 偏偏少女的嗜好 不说直接生谱吧 总归是满心欢喜 但问题是 柳飘飘可是语言外之女 千金大小姐 身份地位在那摆着 林木森手艺再好 总归是个小木匠 古代就讲究门当户对 林木森内心深处的自卑 将她蠢蠢欲动的心 瑟瑟压住 不管柳飘飘如何嗜好 只当充而不闻 这一下反动的 柳飘飘既懊恼又着急 索性的这一天 直接把自己的天生丝帕 悄悄放进林木森的工具箱 以此表明心意 但林木森依然不敢做出回应 只悄悄珍藏了起来 就这样 过了半月有余 柳飘飘是一个勇敢的女子 正面找上林木森 说道 我爹要把我嫁给别人 但我不愿意嫁 我不喜欢那男子 我喜欢你 我想嫁给你 你能去跟我爹提亲吗 林木森听后简直都惊呆了 聂如说道 小姐贵为千金之躯 我哪里配得上 刘老爷定然不会同意 柳飘飘沉默了一会儿 气鼓说道 跟我婚配这名男子 是我爹 至交好友家的三公子 家境很好 饱读诗书 但他的名声坏极了 常听一家伙们说 他 他最喜欢去那烟花柳下 我才不要嫁给他 森哥 你诚心跟我说 你到底欢不欢喜我 林木森 小了站得通红 我 我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但柳飘飘健壮 哪里还不能明白他的心意 当即低声道 森哥 不如你带我走吧 我们永远在一起 不求大富大贵 只盼你一心一意待我 林木森本身受的教育 他骨子里也并不离经叛道 私奔这事 他想也不敢想 更不愿抛下家中老父老母 但又不忍拒绝 眼前这一位 出出动人的柳大小姐 只好说到 等这批木家活做完吧 此言一出 有飘飘误会大了去了 他只到林木森答应了他 只等这批木家活做完 自己爹爹结了工钱 林木森就会带他远走高飞 心中生起了无限的希望 就这样 又过了十多天 所有工程全部结束 林木森和其他帮工们 一起吃了顿饭 结算好工钱 大家就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可就在 林木森快要走到家时 路过一处小山林 忽然听到小孩提哭声 奇怪了 这地方怎么会有小孩呢 好奇之下 林木森朝着哭声走去 果健一 又摸六七岁的小女孩 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长相看起来颇为瘦弱 衣服呢也破烂不堪 身上脏兮兮的 林木森上前问话 何故在此地哭泣 家住哪里 是否迷了路 但小女孩并不答话 一直哭个不停 林木森 也打算一走了之 但她心地善良 万一撞见个狼城虎豹 这孩子 怕不是要舍在这里 于是又问了句 我家就在不远处 你要不先跟我回家 弄一些东西给你吃 然后呀 再想法子送你回家 这小孩听后点了点头 林木森也没多想 背起孩子继续吵家里走 当林大金夫妇俩 看到儿子归来 喜上眉梢 正准备说相亲的事 但当看清 儿子竟背回来一小女孩 夫妇二人均觉奇怪 带得问清缘由 玩了两口心善 也觉得呀 这孩子可怜 于是赶紧石头石头下厨 给小女孩和儿子 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期间 反而不断地问小孩 叫什么名字 家住哪里 有无亲人 是否记得亲人姓名等等 但小女孩只顾着吃 一句话也不说 林大金一拍脑门 快乐 这孩子呀 估计是个哑巴 林大森恍然大悟 之后也就不再过多询问 简单上映后 决定 家人孩子住家里 丢孩子的家庭 着急之下 肯定会四处打听 等听到消息 再把孩子送去 到了第二天吃早饭时 林木森 把雨飘飘的事情 跟爹妈姐们说了一遍 林大金夫妇俩听完 都觉得不妥 人家可是千金大小姐 咱们万万高攀不起 至于私奔 更是万万不可 祖上树袋 皆光明磊落 不能给祖宗蒙秋 再说 一旦被官差抓住 这辈子就算是完了 尽管林木森也十分喜欢 柳飘飘 但他也觉得父母说的在理 不过不管怎么说 总归要回个话 不然就太对不起人家了 转过天来 手头是盲青 林木森又奔去柳园外府上 此时距离完工归家之时 也过了十多天 刚走到柳府大宅 远远就看见一片喜气洋洋 一打听方才得知 柳小姐前几天就出嫁了 嫁去了开封的赵家 直到此时 林木森心中的愧疚 才稍稍退却 他发自内心的认为 这才是柳小姐最好的归宿 自己不过于乡村爷夫 无法给柳小姐带来幸福 回到家后 林木森一如既往的忙碌 这家打个柜子 那家打个床 日子过得倒也充实 当初路上挺来的孩子 始终没有打听到家在何处 也不曾听闻 谁家丢了个小女孩 想说久了 林家三口人都很喜欢这小孩 也没有把她当外人 为了叫着方便 还给取了名字小雪 因为这孩子洗漱干净后 皮肤白净如雪 平日里 小雪虽然不会说话 但很明显 她能听到 也能听懂别人说的话 性格十分乖巧 尽管年岁不大 但总是竭尽全力的 帮助林木 比如做一些 简单的家务活之类的 平时呢 也不出门 就这样 日子不急不慢的过着 一转眼间 又过去了三年 林木森 依然没有娶妻生子 她把全部的热情 都倾注在了 木工事业上 这一天 林木森正要出门去干活 小雪突然拉不她一脚 开口说道 哥 你和爹爹赶紧造一艘大船 林木森文言欣喜若狂 小雪居然能说话了 赶紧把这个喜讯 告诉了爹妈 林氏夫妇 文生出的房门 也都十分高兴 但当情绪脾气下来 又都不免满头疑惑 就问小雪 孩子 为啥要造一艘大船呀 小雪不急不急的答道 三个月后 这里会发大洪水 造船可以活命 什么 这句话可把林家三口人 吓得不轻 孩子刚学会说话 怎么一开口就语出惊人 但回想到过往种种 包括小雪突然说话 但语调却并不生疏 且土字清晰 野生坚定 不像是随口乱说 难道小雪的出现是田椅 是老天爷安排的救星 古人本就迷信 是当机拍板 就按照小雪的画作 开始造船 为了此事 还推掉了不少木匠活 邻居们见林家 没日没夜的造大船 都觉得十分奇怪 并认为很可笑 潭州城是个内陆城市 造这么大船 干啥用呢 这是搞不懂 有好事者 三番五次的询问 林大金夫妇俩 不厌烦扰之下 林家便把洪水一事说了 并一脸严肃的 劝告村民们赶紧造船 就这样 一船十 十三百 很快 消息就传到了 当地县令耳朵里 施县当即就带人 来林家发出警告 立马停止造船行为 这明显属于 扰乱民心 散步遥远 哪里有什么大洪水的 如果继续干下去 你们一家人 都给抓起来 都说民不予官斗 还能怎么办呢 只好民面上停了工 但贝利里 林沐森把造船大计 转移到了 比较偏僻的地方 悄悄进行 就在林家造船的期间 小雪终于说出了 自己的故事 原来 他家本是以放牛为生 被林沐森捡来的当天 他和爹爹 正在路上放牛 不料 竟被陆林强盗 劫掠 抢走了牛不说 还打死了小雪父亲 小雪由于贪玩 跑到不远处的草丛里 跟爹爹玩赌猫猫 这才幸免于难 林家人听完后 都觉得十分痛心 林沐森更是暗暗发誓 要把小雪当成亲妹子看待 这一说三个月后 大洪水一事 小雪则表示 自己从刚记事开始 就总时不时的 做些奇怪的梦 而这些梦 往往还都成了真 前些天 就梦到大洪水一事 这才开口 让林沐森赶紧造船 很快 就到了三个月后 这一天 天气特别闷热 不一会 天上就布满了 大朵大朵的阴云 紧接着狂风大作 顷刻间 暴雨如珠 直到的树枝 掀翻了屋顶 即便是躲在家里 也根本没用 大雨直下了三天三夜 众人这才悔不当初 早该听了林家父子所言 造大船防灾 就在众人 想尽一切办法自救时 高高的水面上 出现一艘 三十多米长的大船 船上正是林家四口人 他们此时正在搜救 没有自保能力的村民 当这场劫难过后 当地支县因救灾不利 被朝廷罢了关 众人纷纷推举 林沐森做支县 结果他从未想过做官 但一来民意难为 二来光宗耀祖 最终同意为官 就在林沐森 坐支县没多久 柳原外找上了门 说是柳飘飘发了封闭 嘴里念念叨叨的 希望能见森哥一面 林沐森听完 又震惊又担心 赶紧就随柳原外前去 可没正想 柳飘飘见到林沐森后 封闭一下就好了 抱住林沐森痛哭不止 原来当初林沐森归家 好几日都不来提亲 柳飘飘心急之下 就写了一封信 让丫鬟送去 却不僧想 被柳原外劫了下来 当得知女儿要跟一木匠私奔 恼羞程度之余 直接把柳飘飘关了起来 并跟朋友家那边协商 提前就把婚事给办了 在西昆之夜 柳飘飘视死不从 西郎本就是花花公子 着脑之下 把他关进柴房 每天只给喝一些西粥 保持不饿死就行 强迫柳飘飘服软 就这样过了几日 日渐消瘦的柳飘飘 觉得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就开始装疯卖傻 起初夫家不信 但日子久了 不信也得信 当即写下一封修书 把他又送回了娘家 柳飘飘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回来后 他怕老爹再把自己胡乱昏沛 索性继续装疯卖傻 柳原外心疼之余 也很内疚 当初要是许给林沐森 也就没这档子事了 现下人家搭上了支线 为官清廉 爱名如子 自己的疯女儿又怎么配得上 真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但柳原外实在不忍女儿 一直疯下去 这才硬着头皮去找林沐森 万没料到 女儿见林沐森后 居然清醒了过来 兴喜之余 大白酒席款待林沐森 席间 将柳飘飘的事 大致讲了一遍 林沐森听后很受感动 本来 她就一直爱着柳飘飘 从前只是觉得配不上 给不了她幸福的生活 现在自己围观一方 也是时候得个交代了 回到县衙后 隔天就找梅婆去提亲 林沐森 欣然同意 笑得嘴都合不拢 很快 二人就喜结良缘 婚后 夫上夫随 恩爱有加 白头偕老 倒也是一段假话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 林小雪 那一个欲言大洪水的孩子 也正因此 在灾难发生后 小雪被当地人们奉为神童 日后 但凡小雪做了怪梦 纵然再匪夷所思 人们也都十分相信 并按照预言 提前做好准备 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倒也获得一方百姓周全 甚至有人说 这小雪呀 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历练 等更多圆满 就回去那天上了 好 说到这里呢 本期也就圆满结束了 感谢各位辛苦听完 最后一句话 没点赞的朋友 还发起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呗 万分感谢 下期更精彩 拜拜了您了